公民拳擊 一起來翻轉 大家午安 我是汪吉民 沒錯 今天最大消息是 立院的院長龍頭 跟副龍頭已經確定 包括了總幹事召集員 都陸續這個成立了 未來是民進黨全面執政 從中央到地方 升到立院 都由民進黨來主導未來一切 你的期待如何呢 是不是心中充滿了雀躍 小英執政 那麼未來這個國家會心心向龍呢 我想這些問題 應該都是希望確定發生的 目前來說民進黨執政地方 縣市超過了1400萬人口 而院會裡面有超過74席 可能有效的控管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將來行政院是由小英來主導 那麼當然還有監察院 會有將會費 還有國會是不是將來可能 所謂的院長中立化 這些火線話題我們當然一一來鎖定 好 但是這裡面其中最重要的幾個議題 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這是來自於就是 中國時報的一篇社論 全面執政就要全面承擔 全面負責 這個會不會壓力非常大呢 還有過去其實在王金平年代 因為所謂的所謂的密室協商 所以小黨是有發言權的 當時這個台聯只有三席 可以阻擋許多的法案 未來情況下 如果都是公開透明了 小黨在未來立院 還有生存的空間嗎 這個問題 那麼民進黨要求是所謂的 要傾聽民意 那剩下的45席的民意 算不算民意 好了 所以這些問題 恐怕就變成未來所討論的 一個狀況 而更可怕的事情是 未來這一年 將是全球金融動盪的一年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聽到都是政治議題 不知道金融的看法 小英 你準備好了沒有 好 我們繼續來解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事實上在這次的立法院 所有的這些立法委員當中 事實上真的懂財經的人 似乎看起來幾乎等於零 好 這樣的情況下 那麼未來小英在金融業的部分 有辦法面對未來的衝擊嗎 好 我們繼續來看 今天選出的國會龍頭 綠喊出票票入貴 果然真的票入貴 總共有74席的人 都投下了贊同票 非常的好 未來的情勢 是不是以後都可以用登記記名 這個就是公開透明呢 好 就在當下 其實總共的狀況是 他總共拿了74張票 而國民黨拿了35張票 而親民黨一票都沒跑 領了4張票 那麼時代力量把票是投給了 就是民進黨 時代力量這次並沒有推出自己的 這個立院的院長跟副院長表示 他將來是民進黨的附庸嗎 好 這個問題我們以後 可以繼續來討論 好 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 沒錯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總召只有一個人出來參選 他就是老科 那麼幹事長這些都已經確認 今天附庸任 好的問題來了 如果按照當時為了防科 當任院長所謂院長中立化之後 未來將來民進黨最大的立院的 這個實質權利 到底是在院長 還是在老科手上呢 好 這答案似乎已經昭然落階了 所以未來這個王科形態 會不會繼續的產生 或者是未來的科王形態 就是科建民跟王精明的協商機制 未來會繼續的存在嗎 好 我們值得關注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沒錯 就在當下 那麼有個問題出來了 什麼問題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是認為第一優先的 好 那要按照民進黨的版本 還是時代力量的版本 我再問一次 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到底要按的是民進黨版本 還是時代力量版本 這就是第一站 到時候來看看有沒有尊重小黨的民意 現在似乎變成是一個火線話題 好 今天我們有請到韋哲也在線上 我們可以問問一下韋哲 面對到小黨的這個壓力 是不是跟以前國民黨 讓小黨有發聲聲音 還是把小黨的聲音全部殺掉 因為未來沒有密室協商 好 我們繼續來看 中課今天周轉 已經有中課中轉 結果海陸兩會一頭霧水 現在誰是老大 原來四川航空是老大 四川航空說我中轉了三個還是八個 其實到目前為止不知道 但是沒有人可以說話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兩岸出了什麼問題 還是到底背後隱藏什麼樣的玄機 馬英九看起來是硬幹了 因為現在連遠通並購中課案 到目前為止沒有正面的回應 甚至所謂的陸生有沒有健保這件事情 恐怕都要繼續蠻幹下去 你可以接受這樣的事情嗎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沒錯 好了 現在我要提的重點 就這邊政治議題陸續 已經慢慢的到了尾聲 那麼問來一次這件事情 到底民進黨黨主席 會不會是小英繼續擔任呢 那麼記者問到小英的時候 小英做一個動作 好 如果這個答案是代表 就是陳曲還是小英不願意回答 那我們這邊會找出我們的畫面 小英現在對記者最愛做的動作就是 好 沒有關係 這是每個總統 應該可以有自己的特殊的權利 好 問題來 保一破功之後 請問一下 現在的動作 那麼面對未來的挑戰 小英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關鍵的來賓 第一位是政治評論員陳敏鳳 敏鳳你好 大家好 另外是立法委員黃偉哲 偉哲你好 傑民好 大家好 偉哲現在來了院長中立化 所以民進黨最大的執行者 就變成是總召囉 總召也不是獨任制 總召民進黨在黨團是合議制 而且何況我們要三長 還有這個所有黨團成員 總召不會說 這個反正我決定怎麼做就做了 應該不是這樣子吧 好 謝謝 謝謝偉哲簡短的回答 另外是政治評論員余美美 美美你好 傑民好 大家好 會尊重小黨嗎 我相信一定會的 會 一定要的 那簡單那兩岸進度條例 是會尊重民進黨版本呢 還是尊重時代力量版本 這時候我相信這個總召的作用就很大了 大家互相好好協商 所以總召的權力很大 而院長只能敲板定案 那麼院長有很重要的嗎 好 另外是剛剛決定由這個宋楚瑜 繼續擔任親民黨黨主席 要擴大地方的這個規模 那親民黨副部長劉文雄今天復蘇 文雄文雄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中州科大副校長 第一個就是說 不用擔心啦 就是蘇 就是蘇當院長 最先拿到內幕的歐崇敬 歐老師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 小平議員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進口廣告 好 往前 封面 廣告 大陸 九雲 大陸 八雲 月 устрой 雲 大陸 雲 雲